Greview上個禮拜有大概開個頭 所以這個地方的介面 大概就是長的像這個 類似像這樣 不過這個是Eclipse 我想大致上差不多 首先這個佈局裡面 就是一樣要給六張圖 這六張圖的話 當然上個禮拜有同學問到 圖的說放 特別是這個有個屬性 叫做Scale Type 裡面的話你可以決定說 它的說放方 Scale就是說放的Scale Type 可以去決定它的說放方式 也就是在哪個地方 其實你在那個Scale Type 它的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Scale Type 旁邊你可以去決定 有沒有 你可以 那當然同學會說 老師那為什麼他不會去採檢 成我要的 那你可以去改成Clark 就是你可以採 裡面有個屬性 就是Clock Scale 就是你可以去採檢成你要的大小 那它預設好像是那個Fits Fits Center 或者是Fits XY等等的 那你可以從這個屬性裡面去做變更 變更完之後 看到的就是我們要的這個最後的結果 那當然 首先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基本上你要顯示的是圖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可以做成相簿 而且很方便 主要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 我們用遠端的方式 我這邊已經有啟動起來 那我還是一樣 我建議各位就是真的Rain一定要大 64位元 跑起來真的是順很多 不然的話真的卡的要命 那裡面的話大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它可以怎麼樣呢 它可以去讓你點擊上面的話 然後呢 我們來把它執行起來 再一次 那這個裡面的話大概這樣 最後最好是什麼 可以做一個縮仿 然後點擊它 點哪一張下面跳一張它的比較大的圖 點哪一張可以掉 就是呼叫它比較大的圖 那這個效果的話就是Greed View Greed View OK 那裡面的話大概會有幾個 當然這個部分還可以再延伸 如果說將來你把它顯示在這邊 我是覺得說 你是不是說可以再點擊它 點擊它之後呢 是不是應該還可以再跳更大的 有沒有 不過這個可能就另外還要再撰寫另外一個Activity 去把另外一個更大的View給叫出來 然後更大一張圖 那裡面可以再把它加上縮放功能 這個部分我想是延伸的 那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Greed View裡面呢 大概會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首先的話呢 這個介面佈局 因為這些東西坦白講 就是難度其實不算太低 複雜度當然也比較高 因為如果跟像早上我上課那個VBA比起來的話 第一個當然Android Studio要熟悉它 就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我想大概不外乎就是MVC的架構 MVC 那我們會用V開始就是它的畫面 畫面將來要長什麼樣子 所以裡面的話大概 雲端上都有最後的完成的那個就是程式碼 所以如果說你對這部分不是那麼熟悉 當然你可以直接貼上這邊都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的話 大概會有哪一些部分會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呢 請各位先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我想這個地方New New的Project 這個我想應該沒問題了 請各位自行建立一個New的Project 名稱的話叫做CH CH06底線Review 把它填上去 然後這裡面其實還可以做蠻多 像早上有同學說他感冒了下午不能來 然後我就提一個idea說 其實最近很多人感冒 表示應該很多人需要感冒相關的訊息的這個APP 就有同學已經馬上反映說 其實可以是這個方向嘛 對不對 那要怎麼樣把一些感冒方面的APP做出來 不過可能要先收集 所以前提當然你第一個你要先收集 收集什麼 收集相關的訊息 包含文字方面的素材 跟什麼 跟相片 甚至最好有影片的話那更好 反正你就把一些東西包一包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等一下注意一下 New一個Project 然後裡面的話就分別把它填 這個我想跟前面一樣 我就不demo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怎麼樣 它自動會開啟兩個 有沒有 這個我很固定的 這個已經做了很多次了 首先一定會跳出一個Activity Man 它的副檔名是XML OK 那我講過啦 其實那個Android它是個拼裝車 它的前面介面就是用XML 它是用XML 那XML跟HTML5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它版面牌 編排的方式其實不是算太好 我在想說 會不會將來有可能Google 會不會放棄不要點XML 乾脆來個點HTML 不是就好了嗎 對不對 前面的介面 現在用HTML 然後用HTML5 就當介面就好了嗎 對不對 這樣不是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但是可不可能 其實是可能 只是說 Google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在聽我的影片 如果有的話 它應該會把這踢進去 那如果你用HTML5的話 那以後用JL拉一拉 對 或者是說它可以開發出一個 類似Dreamweaver這樣的一個好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拉一拉 放一放 會比這個簡單多 可惜目前還沒有HTML5 你只能接受用XML這樣的一個東西 的事實 那裡面的話當然 我想也不用說太過 這個把它當 就是說 什麼困難 裡面我大概設定 不外乎 就是裡面放一個Gray View 這個Gray View裡面的話 幾個比較重要的屬性 這個屬性 你可以從圖形畫上面去找 這個就Gray View 那怎麼把這個Gray View放進來 基本上你可以從那個 我們這邊 Design裡面 那各位可以往下找 基本上它會放在哪裡 Gray View 往下找 這裡要幹嘛 Gray View 裡面包含 裡面包含就是說 它的 我切過來這邊看 比較清楚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寬度 Mage Parent 這個所謂Mage Parent 就是 它的Parent是誰呢 就是它的父母親 這指的是 就是Lay Out 它外面這個 也就是說 Mage Parent 意思就是說 跟他的爸爸一樣寬 OK 他的爸爸是在外面這個寬 所以將來 它的寬度 也會跟他爸爸一樣寬 OK 那高度的話應該多高 我這邊用呢 150DP 當然從這邊 你可以從前面的Design 選擇它這邊也可以改 從這邊改也可以 不過 如果將來你點擊它 然後呢 你直接 直接輸入 150 它會跟你講 好像會錯誤吧 那你要記得 要增加一個 它的單位 一定是DP 你不要打別的 那全型也不行 一定要是半型的 然後打一個DP 這個就單位 就是DPI OK 這樣的話就OK了 然後 它的高度就設定好了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它的Lambert Cullen Cullen應該知道 就是藍 藍的話是縱向的 也就是縱向有幾藍 當然呢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你要更小 那要四藍 不過四藍實在是太小了 可能會連點擊都不好點 所以最多呢 你用三藍大概是極限 所以這邊的話 我等於三 表示說呢 它這裡面會有一二三 然後呢這個Petting Petting是指的什麼 就是它的間距 它中間應該要不要控一下 如果你不給它Petting的話 它會全部黏在一起 那這個屬性好像我放在雲端上 我沒有加這個屬性 Petting 這個我想在網頁設計裡面也蠻像的 好像以前做網頁也會去修改這個Petting 這個屬性 然後還有其他 這個是至中 這個Gravity 這個前面有用過 Layout的Gravity 這個屬性好像我後來是加 這個好像也是不用加沒關係 好 這個是Greview這邊的設定 應該沒問題吧 不高度 我如果把那一行拿掉 它好像變窄了 那我好像是在這邊增加了一個高度 好像是這邊拖拉一下 它會多一個屬性出來 這裡我想你可以自行再去決定要不要增加或減少 這邊有沒有 超過144 就等於是一個Wave增加多少 那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150 等於是說跟它原來高度差多少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把第一個Greview給加上去 這個是Greview的相關設定 第二的話就是說 底下為了要讓它顯示出 它將來點上面的小說圖 要能夠秀在底下的話 那我需要一個Image View讓它顯示 所以Image View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什麼呢 在我們的也是圖檔裡面 這個 左邊的這個工具列裡面 各位也可以看到 Image View在這裡 Image View 可以這邊有看到 OK 你就把這個Image View拖拉過來 拖拉到我們的這邊過來 可以拖過來 裡面的話我看一下 我基本上設定哪些東西 基本上好像沒有設定太多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拖拉過來之後 裡面大概就基本的設定 名稱改一下 IV01 其他應該沒改 OK 請各位試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有關這個部分的程式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